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顏美英 今天準備帶大家去經港珠澳大橋 去澳門一堆遊 現在是屯門市中心巴士站 我們看到機場經港珠澳大橋 香港好岸的A33P、A33X 現在來到站台前 上面很清楚寫著 港珠澳大橋 香港好岸 我們A33X和MA33 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好岸 等車中 等了很久才有一架車 現在坐下巴士去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好岸 Hello 經過半小時的這個車層 我們到達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好岸 這個好岸真的規模非常之大 所有建築都跟機場差不多 相當於一個大型的機場 這個好岸可以去到珠海和澳門 看一下外面這個景 這邊過來就是機場過來的 那製往前方這一堆就是東涌的 製過一些就是在段門 我們現在就進去 然後沿著這條橋就是這個門 星期三真的很少人 如果朋友們想不想這樣逼 就選擇星期三 經港珠澳大橋 去到澳門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這裡裡面是富利堂皇的出境大樓 下面呢 就是入境的 哇這裡真的跟機場沒有什麼分別 超大型 那些客用量應該是很大的 好了很少人的 過關的溫厚都是特別多 所以很快就過多來了 現在就有兩種選擇的 一種呢 就去澳門就往那邊走 去珠海就往那邊走 那邊就有自動的掃票機 八達通 我們八達通行不行 八達通也可以的 八達通也可以的 微信 支付寶 所有都可以的 那還有小朋友的 身高設良儀 第一次呢 我們就去澳門 就是往那邊走的 下一次就會去珠海了 看看下個星期 或者下一個星期的時間的話 去珠海順便 和大家分享的 出境以後 一帶有這個中國地區 那個駕駛 一通過這個巴士 出境的這個崗位 那巴士車就自動轉換 大陸的這個行車模式 就是靠油行駛 就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靠左行駛 對 D3是澳門的金巴 就是金色的巴士 已經上了這個金巴了 澳門的金巴 那可以 是啊 不是很清楚 但是都可以見到 是我們的360冷車 然後看一下這個風光 對面的山都是一座山 截著一座山 都有一些毛連著的 現在莊位大家見到的 就是零丁羊 好了 經過大嶼山以後 你就現在是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面了 今天天氣很好 但是海面有目的 看的都不是很清楚 港珠澳大橋 連著香港大嶼山 澳門和廣東珠海的 大型跨海通道 它是2009年12月15日動工的 那到218月5月23日才完工 這條橋的設計數目呢 是1123年 現在呢 港珠澳大橋 在世界最長的 塵管隧道 現在世界 区域最長的 橋隧組合公路 港珠澳大橋 是用了1,100億人民幣 收建而成的 現在我們進入這個隧道 現在我們在塵管隧道下面通過的 那大家就說 在海上面通過 建一座橋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麻煩 建一個塵管隧道呢 而其實呢 都是考慮到這個 很多方面的原因 因為你沒有可能 建一座很高的橋 給一些 因為你有建到很高的橋 才可以給一些大型的 所以就用了這個方法 在這個海底很新的地方 在一個這個沉管式的隧道呢 就讓車輛在這個海底通過的 這個就是海底沉管隧道 這樣又不會影響在海面那些船殖的通過 那些沉管隧道呢 是連接香港、大鱼山、澳門和廣東珠海的大型 跨海通道 現在我們的巴士通過的是一個很深的海底沉管隧道 就是把那些管道沉到海底最深處 修建一條隧道通道 給那些巴士和車通過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不在海面 會在一座橋給這些車輛通過 由於在這個上面海面呢 會有很多大型的輪船啊、貨船啊 要通過海面 那如果接著橋的話 就需要很高很高的橋面 才可以不會令到這些貨船不可以通過 那麼就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把沉管 把這個車子的 航的這個通道來沉到海底隧道裡面 修一條那個路 給那個車子在海底通過 那麼在橋面上面呢 繼續可以給一些大輪船或輪船 繼續在海面上面通過 兩邊都可以同時不受影響 這個就是叫做沉管海底隧道 那麼大家現在在那個看到的海 看到這個海面呢 就是珠江口岸外的這個 名字叫珠江口的 又有一個另外一個稱呼叫林丁羊 還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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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集的一首詩 狂恐探頭說狂恐 林丁羊裡探林丁 人生自古誰無始 流去丹青照漢青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林丁羊 哇!很快就到了澳門了 看看 真是很快呀 30分鐘左右 如果鎖船 運船浪那些人 真是 拿名 非常快 現在我們入境 到了 第五 好了 出來以後呢 就會搭這個巴士去 一些澳門的特別景點介紹的 現在這個港珠澳帝橋這一趟就完了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袁美英 現在在澳門跟大家現場報導的 大家如果想 記住看我的視頻 還有訂閱我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你找回我 就不會微露的 那記得和我點贊 還有最後用你們發財的小嫂 和我留言 那我就會繼續 更加有心機 和大家報導我身邊 好玩的東西 好吃的東西 和大家的 和你們一起分享 獨樂樂 不如盡樂樂 我是怡美英 下集再見 拜拜